我们来看一下,其实这个比数的统计 比如说我今天要统计大哥大的手机 在我们的通讯产品里面的这个产品名称里面到底有几个项目 那几个项目并不是说叫你一个慢慢数 因为绝对不是用人工做法 那我们可以用呢,它里面有一个函数 插入函数里面的话,记得哦 你可以在那个类别里面它是统计类 统计类里面的话,往下找,会有个叫Count If Count If 这边的话,C O开头的,Count If 这边,OK 那Count If的话,特别说,Count是算里面的比,就是里面的比数 而且是数字的 Count A 是有资料,Count Blank 是没资料 那Count If就是计算,If是还有条件 所以按确定之后的话 那接下来呢,它会出现两个问题 叫你要回答 第一个问题,请问一下,你要找的那个范围在哪里 所以第一个会问你Range,范围 那我们要找的范围,基本上呢 会是在那个总表里面 所以我切到,特别说,这个地方会有跨工作表的问题 所谓跨工作表的时候,你要先切到这一个 这去换结果到天指的是通讯产品 所以呢,切到这个之后的话,切到通讯产品 那范围的话,告诉他说,我要说,我是在 产品名称,但不包含蓝位名称 从C2一直旋旋旋旋旋到C20的范围 然后呢,接下来第二个问题 CRITER interestingią是,你要找什么条件 所以比較规 Hello kinds of details 什麽條件啊 你告訴我你要找什麽啦 白話意思是這樣子 那我們的找的是 大哥大手機 OK 這個時候呢各位可以看到 他會自動怎麽樣 幫我把那個 誒這邊注意喔 他的筆數先顯示出來 那所以你會發現上面 實際上就是一個陣列大刮火 下面就找什麽他會幫你在 這個條件幫你在這個範圍裏面找找看有沒有 沒有有的話就幫你加1有的辦法幫你加1 所以一堆 裡面找找看找到了7個 按個確定 那當然你要向下填滿 不過向下填滿的話 我們要注意一下 這邊的範圍 C2到C 20 記得呢 一定要把它鎖定住 否則的話你向下填滿他變 C3變20 20變21 自動會加 那這個是Excel裡面的規則所以記得按F4 把它鎖起來 不過嚴格講起來F4我通常是按兩下 為什麼 因為其實向下填滿的話 只需要鎖列 不需要鎖籃 因為籃是向右才會變 OK所以理論上比較標準應該是鎖那個 有沒有 2 跟20的前面 加錢的符號 表示我向下填滿不要幫我增加那個 增加 幫我加1喔 不要做這件事情 打勾一下 然後呢向下填滿 那你會發現就做完了 OK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要算什麼呢 幫我把那個 這個台數裡面 只要是大哥大的 這個數字幫我累加 就是2000 再加800 再加500 OK 那往下再加2500 一種類推 2500 那全部幫我加總起來 OK 所以 接下來 就不能用康一符 康一符是算幾個 我們現在不是要幾個 而是要用什麼 用 幫我把它累加 所以只要想到累加的話 請記得 插入函數裡面 它不在統計 OK 所以 康一符在統計裡面 那 這個地方你用sum一符 sum就加總 一符是條件 就是我要累加 但是是一個條件性的 所以呢 請你找到 在數學裡面 按照英文字母排列 找到sum if ok sum if 然後按確定 不過你會發現 sum if跟count if 很像 差一個地方 哪一個地方 你會發現 上面兩個一樣 下面多一個sum range 顧名思義 上面邏輯跟count if一樣 下面是說呢 如果你找到那個條件 那累加的 不會是在同一欄 而是在另外一欄的話 你剛剛說那一欄在哪裡就好 所以特別注意喔 我們如果要用那個sum 第一個sum if 如果要找 大大數一樣切過來 跨工作表 第二個是說呢 你的條件那個範圍在哪裡 一樣是產品名稱 把這個產品名稱範圍 選起來 那一樣 這邊按F4 因為等一下一定要向下填滿 所以F4兩下 Qriteria 這個地方條件在哪裡 在這裡 sum range 關鍵哪一個 這個地方不一樣 所以 上面兩個跟count if幾乎一樣 下面這個sum range 一樣切過來 我們不是要加這裡 我們是要加這裡 所以記得喔 請你選F2 到F20 選完之後呢 記得一樣再把F2 到F20的那個列號 按F4兩下 鎖列就好了 OK 他一般書籍是都叫你兩個都鎖啦 不過兩個都鎖 我覺得前面那個藍鎖住沒意義啦 因為我們又沒有要向右拉 OK 所以基本上呢 鎖列 按個確定 好 這樣的話向下填滿 其他也都做完了 他會自動怎麼樣 幫你查完那個 大顆大手機 有線電話 無線電話 也全幫你加重起來 OK 看沒問題吧 Sum range很重要 Count if三米符 如果不會用的話 你很多報表要把它做出來 可能真的會有問題 那銷售額的話呢 其實他的概念跟那個什麼 跟那個 銷售 銷售額跟 台數這個蠻像 也是用三米符 所以三米符 一樣 插入函數 我們最近使用過 剛剛有用過 所以有切到最近使用過 三米符 然後找什麼呢 找一樣是找 通訊產品裡面的 這個範圍 C2到 C20 一樣把它按F4 把它鎖起來 然後 Critera 一樣是找 大顆大手機 只是 Sum range不一樣 所以Sum range 一樣切到前面 幫我加總的範圍 也是在銷售額 OK銷售額是 G欄 G2到G20 所以把F5 其差別就是把F2改成 G 把F2改成 G2 然後 按一個F4 兩下 OK 最後的話呢 再按個確定 向下填滿 因為這個寬度不足 把它寬度調高 調寬一點 OK 這樣的話你會發現 我們就可以統計出 這三個 產品 它的 比數 跟它的 單位 加總 跟 銷售額的加總 OK 這個部分的話 當然我們沒有用到 樞紐分析表 但是簡單 我還是可以統計出 我要的一個結果 OK 請各位 這個做完 做完之後呢 再切到下一個 區域的部分 區域其實做法都一樣 不過呢 我是建議 剛剛這個地方 只要 有用到所謂的那個 範圍 那剛剛我們有講到一個名稱的部分 其實VIRU韓數我們不是按F5 用F3 其實這個地方 同樣 如果以後你像這種 一定要鎖住的範圍 我還是強烈建議 你乾脆把它改成名稱好了 改成名稱 F5 3 帶過來 可能會讓這個 過程更加簡便 那只是說呢 那問題是你有沒有定義名稱 定義名稱我們剛剛定義的方法 是選範圍 給一個名稱 選範圍 給一個名稱 但是呢 這裡的話 我們如果要針對什麼 像 這邊 這整個欄 這一欄 給他一個名稱的話 那要怎麼做 我想你先試一下 把剛剛的這個部分先做 COMIF 跟SAMIF 那參考答案的話 如果假設 剛剛的部分有點問題 你可以參考那個講義裡面的第 21頁 21頁 不過21頁裡面可能跟你不太一樣的地方是 我這邊的工作表名稱 我後面有多一個那個刮火OK 你可能把刮火OK拿掉 不然的話可能還是會跟 那個結果不一樣 因為我 做的時候 我會多產生一個 那個工作表 那請各位試一下就是 檢疫報表的產生